部落格里面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找相关的东西 这边都有 你把关键字记一下 在这边打一下 这个就跳出来 里面的话呢 我大概就是有放什么呢 放一个上面我之前的简报画面 还有就是说整个上课的内容 还有就是说呢 我里面怎么做的影片 都在这边有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要做参考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是第一个就是有关 第二个是有关问卷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来看 就是有关那个大数据 那如何取得大数据的方法 当然很多了 其中像表单 或者是说像其他 像Google地图 这个也是取得大家的一个数据 集结起来 那首先的话呢 今天第一次上课呢 我们大概先跟各位开个头了 因为 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来面临到 就是说有关怎么样处理 这些大数据的相关问题 那 什么叫大数据 其实这里的话呢 我简单说一下 重点就是说呢 在这个叫道格莱尼 这个分析员 他指出了三个方向 哪三个方向 什么叫大数据 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 资料的量 一定是大 那什么叫大 基本上我刚刚讲了 就是说 不能用人工来处理的 超过人工处理的 这种资料量 我觉得就已经是 算是大数据的领域了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速度呢 一定是非常快 也就是资料输入的 一直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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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的速度呢 你没办法 这个不能是慢的 而且是很快的 再来就是说 它的资料的 资料的那个性质 是多变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不知道说 进来的东西 到底是一个数字 还是文字 还是日期 还是true false booling的这些 而且长短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资料的一些 这个资料形态 我不知道 大概就会这些 所以有几个 一定是数据大 速度快 形态不确定 那这样的话 其实统称起来 就是所谓的 大数据的特质 那另外的话 当然还有 其他单位 还有一个什么 真实性 这个资料到底是真或假 比如说乡名讲 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的时候不确定 所以会有一个真实性 veracity 这个真实性 这个是第四个 不过有的是 只有讲上面三个 不讲这个 那必须借由什么呢 其实计算机应该电脑 对那个资料进行统计 比对 解析 最后的是什么 客观的结果 那这个客观结果 用什么方式呈现最简单呢 不外乎就表格 不外乎就图表 最好了 表格图表 那图表用什么 用柱状图 用什么折线图 用派图等等的 那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最客观的 就像我们刚刚做的问卷一样 那如果 这样其实 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做最快 当然 就你要去想中间那个东西 像Google云端硬碟 它是已经帮你做好了 所以Google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已经都帮你做这些演算 那再来就是美国2012年 所以在四年前 就已经开始着手大数据 欧巴马更在同年投入两亿美金 做那个大数据的开发 那他其实强调大数据 将会是未来的什么 就是未来石油 未来石油 那意思就是说 这些大数据呢 就跟石油一样 你可以开采 开采之后你可以提炼 提炼之后也许变成各式各样 其实像汽油啦 像一些生活用品 其实都是从石油来的 那也就是你要有个源头 所以要怎么样 可以取得这些大数据 非常的重要 你关系到 如果你有这些大数据的话 你就具备有 就是预测未来的能力了 未来比如说你消费行为好了 好像现在很多流行是预测说 到底哪个商品卖的最好 那有没有什么手段呢 比如像百货公司的话 他可以在前面做一些sensors 做一个感应 看哪一个东西 使用者站在前面最久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哪一些东西使用 就是说消费者 有去碰触到他 有把它拿起来看 哪一个最多 那你可以 如果这些数据 你都可以统计出来的话 那这些数据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啊 他为什么会站那么久 他有兴趣 他会马上拿起来 他想买 对不对 所以 那如果说 把这些数据统计起来的话 那你以后呢 就把这些做排序嘛 最前面的就放大家最有兴趣的 对不对 那这样 当然相对你的业绩会成长 就像你们现在逛网页也是一样 莫名其妙 旁边为什么突然出现 我曾经逛过的那个 要想要买的东西 为什么都广告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其实就是Google或者其他的网站 他就是已经帮你把这些讯息都收集起来了 然后呢 投其所好嘛 那就是你喜欢的我就秀出来 那你看到人多看几次 有没有哪一天突然失心风就把它买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不就促进消费 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那个 有有有有一个这个 有个价值 那其他的话什么巨量资料 这个我想跟刚刚差不多 狭义的这个有个 OK 大概看一下 那Bit Data 这个它的特征跟趋势 大概就这个我刚刚讲的 就是量快速种类多不确定 在IBM的 那应用的范围太太广泛了 可能像天文大气交通 像最近那个台北市不是常塞车吗 柯P不是也是想要用一个大数 本来是说要用什么 e-tag 不后来好像是不是就就取消了 他最近一直在看Google Google地图里面 是不是有塞车 红色就塞车 然后等等的 像档案处理 有这些 那像处理犯罪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像现在很多电影 像影像辨识也是一样 比如说像 如果可以把所有罪犯的脸 通通都建党 然后在各个路口的那个什么 监视器上面呢 就不断在辨识 比如说这个人是不是罪犯 诶是罪犯 赶快 对不对 就把他抓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罪犯怎么 所以以后的那个摄影机 恐怕还需要有具备那个 这个这个影像辨识的功能 随时就可以 那如果未来的那个 比如说行车记录器也可以连线 连线的话 那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或者是高工 高工上面也有那个 那个什么 摄影机嘛 那你如果要抓张车就很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马上辨识 这个附近 有没有张车 因为他那个辨识车牌很快嘛 如果有的话 那马上就可以抓到 这怎么会抓不到 所以以后你要犯罪 如果透过这些相关的大数据应用 我看这个要当歹徒 恐怕很难的 除非你作案的时候一定要套头套 可是你一套头套 人家知道 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坏事 是不是 所以这个车牌 如果你要用假车牌 像之前也有一个新闻 也是他都还没有开始作案 他只是去偷人家的车牌 还没作案就先被抓起来 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车牌 就是因为你要作案 所以他还没作案之前就先被抓了 OK 所以现在的警察 打击犯罪通年记录也是一样 像现在通年记录不是全部都监测 而且像有些监听 像监听不是像以前那种 从头到尾都监听到底 他是用声音辨识下关键字 比如说什么关键字出现的时候 他才把那一段节路给那个监听人员听 比如说他监听 比如说关键字叫 马九 那如果有这个出现的话 那一段把它卡起来 比如说那个 他的任务就是听这个 不然你说怎么可能会 有人随时二次小小小面监听 监听的话 当然电脑监听就好了 只要听关键字就可以了 OK好 类似像这些 所以这些资料 现场照片 还有像什么天气预报 所以你会发现他也会把这个大量数据做一个分析 那才预测说未来的天气 到底会是变这还是变的 所以这些这边从那个六十年的天气比对 另外还有股价 还有健康 像比较有名的就是说那个Google在比那个美国的机管局 还提早两周 预测到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流感的爆发 比美国的机管局还快 为什么 因为在两周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去Google搜寻 广告的症状该怎么解决 那他们就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 就知道说其实已经很多人在感冒了 因为你感冒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都第一时间也许不会去找医生 都会Google一下 比如说咳嗽怎么办 对不对 或者是说流鼻涕怎么办 等等的 就会有人Google上面就会有一些答案 其实还蛮管用的 像我之前一直咳嗽不止 晚上奇怪 就晚上的时候睡觉就一直咳嗽 很难过 咳嗽到睡不着觉 也会打扰到别人 后来我就上网Google一下 然后就打一个咳嗽 忘了打什么 一直咳嗽 晚上一直咳嗽 诸如此类的 就一打出来 然后第一条就说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他说如果晚上一直咳嗽的话 可能是因为 你那个脖子旁边那个淋巴 会吹到一点点冷风 那因为你的淋巴会非常敏感 一吹到风呢 就会咳嗽 我想说对 那我就是去买一个那个微脖子的 有没有 或者围巾 围巾不好围嘛 我就买那个微脖子的 或者是穿高领 试了一下 真的就不咳嗽了 问题就解决了 也没有看医生啊 所以Google就是最好的医生了 OK 不过当然这是刚好乱枪打鸟 刚好打中的 后来我发现 真的 因为人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 可能以前都不会感觉 像有些同学还年轻 没有感觉 可能到某个年纪的时候 脖子会非常敏感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当然有一个方法 其他的话大数据使用 我想太多单位了 然后预测流感这个刚刚讲过了 还有那个阿里巴巴 其实就是一些电子商务也是一样 我刚刚讲 就是它会收集你的一些习惯 然后看你点击哪一个最多 虽然没有下单 但是它记得说你在看这个东西 而且它会记得你看多久 然后你看多少次 OK 然后看哪一类的东西最多 它会帮你分析出来 将来呢 它就会秀广告在你旁边 这样的话 就会一直吸你 一直吸你 你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就消费了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呢 利用什么电视新闻 像那个百度也是利用这种方式 观察什么呢 人口移动的这种状态 比如说它过年一定要回去 有多少人回去 它不知道 它可以用那个流量去统计 这个部分如果政府机关 它也知道的话 那就可以避免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散分流 然后其他做法 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法 那在台湾的话 还有所谓的开放数据 这个蛮多的 在我的那个教材里面有一个是 你打那个开放资料 关键字打开放资料 秀出来的第一个一定是那个 好像是内政部的那个什么 实价登录 因为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说到底你家附近 或者你想要买的那个房子 附近的区域 它的房价最近的实价登录是多少 所谓的实价登录 就是说真实交易的那个金额 那这个资料它都是开放的 所以呢如果你懂得去把那些资料抓到的话 对你在购买房子绝对有一定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房仲开的价钱绝对不是正确的 而且是高的离谱 那你要怎么买到应该是对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大家尽管会有放一些那个大数据 OK 好 所以最后的结论 这个所谓的big data 巨量资料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那个观念里面是 重值不重量 可是在大数据年代的话 特别注意 是重量不重值 刚好颠倒 所以呢如果你的资料量不够大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判断 OK 所以资料量越大越好了 他现在不管 他只要有量就可以了 所以怎么把量冲出来 这道理很简 就像比如说你今天去Google的时候 Google到 他这个东西四点多颗星 那我不知道他到底准不准确 怎么知道准不准确 如果那个景点评论的人越多 越多越精确 为什么 因为做假的可能性就变低了 因为每个人都说他好 如果说他好的只有两三个 那可能是他们员工吧 或他老板 对不对 都说 那如果说已经有几百个上千个 都说那个地方好 我想那个地方会差 也差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刚刚有提到那个Google表单 里面有个问题 刚好是同学提出来的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切割 复选题的部分 刚刚有一个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到 请各位找一下 我是把那个翻例档放在 我们的云端硬碟 就是我写在白板上面的 我把它用成清单模式好了 清单检视 第一个翻例是Google 试算表的 复选资料切割 那这一题的话 里面 请各位把那个 这个是我们要的 范例档 你把它下载下来 这是范例档 下载下 上面有个下载 对吧 那请你把它叉叉 第二个点进去 有个程式码 右上角有个弹出视窗 这个程式码 就是我们将来的答案 那里面的话 大家做出什么 第一个 我用Google地图下载 我刚刚用Google表单 下载下来的资料里面 会有一个部分是复选题 但是复选题 如果在Excel里面做的话 有个问题 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他说他下载之后的话 他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下载这个资料之后 那因为是复选题 启用编辑 可是如果他拿来统计的话 我要统计什么呢 统计 这些类别 这些类别就是我们刚刚的类别 有多少笔数 那多少笔数怎么统计 统计完之后我要个图表 表格图表 两个都要 那你必须先做第一件事 你要统计比数之前 你需要算一下 函数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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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几个 那知道几个就把它填上去 可是比较笨的方法应该是 一个 这样不可能 也许比较聪明是Ctrl F 什么呢 贴上 然后被有人这样算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一直算 这样不对啊 这样算到民工哪一年 那有这么多个 那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快速算出来 那方法一 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如何把这边的资料 里面如果有复选的 怎么样把它切割到这边来 变成 同一栏 因为如果你同一栏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去算里面 到底有几个你要的东西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题目先把它打开来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就是 第一个可以先把 复选的部分切割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再把那个统计的图表 做出来 第三个 这个统计的那个表格做出来 再来就是把那个表格也做出来 好